真愛台灣 讓人民過好日子 歡迎收看無色覺醒 我是羅志強 大家要知道 賴清德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對於這樣的主張 我長期是強烈的反對 因為這個主張會造成兩岸的不和平 以及造成兩岸更大的衝突 它會危害到台灣人民的安全 因為今天蔡英文在民進黨的黨內初選 實在做得太過分 大家知道今天對台灣來講 我認為民主的是最高的價值 遠遠超過所謂的統獨的爭論 今天如果蔡英文可以在黨內的民主程序上 如此的踐踏賴清德的話 我想請問大家 她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面對2020的總統大選 她難道不會用十倍百倍 乃至於千倍對待賴清德的方式 然後來去打她這一場政權保衛戰 來去攻擊修理 跟用規則霸凌她的競爭對手嗎 我們來回顧這一次的民進黨的總統的初選 事實上從一開始的規則你就發現民進黨蔡英文不斷的強調說 在設計規則的時候沒有考慮到賴清德會進場 所以當初所設計這一個規則是為了蔡英文量身訂做的規則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機 有人說設計一個規則還要先考慮有沒有別人會加入競爭 彷彿她的意思是說今天如果只是為了要讓蔡英文表達出一個今天能夠有開放態度 接受競爭的一個過場儀式 所以才設計這個初選規則 所以這根本就是顯現出民進黨對於民主競爭程序的不尊重 那麼一旦初選規則啟動之後 我只問一件事情 賴清德有沒有權力進入初選的一個這個競爭的過程 賴清德既然已經決定進入了初選的競爭 規則都定下來了 怎麼可以因為蔡英文一個人的意思 把初選日期一延再延 把初選規則一改再改 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從初選的日期來看 今天按照原來的所謂的民意調查各家的結果 你會發現其實勝出者 其實民進黨的勝出者很清楚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在各家民調幾乎都是贏過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跟民進黨中央就把初選規則 先延一個禮拜然後再延到5月22號 連續延了兩次之後 結果5月22號的中職會 仍然沒有做出決定 等於是遙遙無期無限期的拖延這個選舉的結果 他的目的非常簡單 因為目前蔡英文的民調正在逐漸的往上走 那有機會超越賴清德 所以時間對他有利他就先破壞時間規則 讓今天初選是處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那他在等什麼 等他的民調能夠穩定贏過賴清德 他才願意去執行這個初選的一個程序 就像說5月22號中職會 這中職會最後會留會 根本做不出結果 蔡英文覺得他的初選還沒到民調可以贏賴清德的時候 無論如何就不會讓這個初選通過 那麼接下來初選規則 手機民調所有的爭議其實都只是一個藉口 關鍵在於說今天這個初選規則 民進黨就是結合蔡英文 等於掌握了規則的製造跟規則的詮釋 跟規則的所謂的執行者的角色 用他不中立的立場來去規則霸凌賴清德 所以這一點我也要告訴大家 恐怕不分藍綠在這件事情上 都要對蔡英文提出一個強烈的一個譴責 因為今天如果黨內的民主程序 蔡英文可以完全無視的去践踏的話 那麼很抱歉 他也不可能去尊重今天2020總統大選的民主程序 所以對付賴清德也可以說是一個奧博的開始 那麼這件事情從另外一個面向你也可以發現 比方說今天1450網軍對賴清德的攻擊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跟對韓國瑜的攻擊是如出一側 一方面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在所謂的抹黑賴清德 也同樣的在對於韓國瑜的時候 也用各式各樣的資訊在抹黑韓國瑜 那不只是抹黑韓國瑜 還透過各種方式來分化韓國瑜 跟分化韓國瑜跟藍營之間的一些關係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說今天這個所謂的一個負面的打法 在配合上包括李靖勇堅持把他任命為中選會的主委 已經在做所謂的規則掌控的前期步驟的話 台灣人民跟所有不管不分藍綠的台灣人民 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因為今天規則霸凌了賴清德 明天蔡英文就會用規則去霸凌全台灣的人民 霸凌國民黨 霸凌韓國瑜 霸凌柯文哲 霸凌所有一切會成為他對手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說從民主的角度來說 我們必須一起來譴責蔡英文 要求她今天能夠落實民進黨的黨內民主 這樣子才有可能確保台灣接下來的民主選舉 可以順利的進行 珍愛台灣 讓人民過好日子 我是羅志強 我在無色覺醒